这个是不是这套工序里最难的一步啊 多个天呐 这资料太难拿了 大家好 这两周啊 视频更新的有点慢 什么原因呢 哎呀 我们家最近啊 事太多了 先说第一个事 看看我们家新的阳台啊 哇 够不够新 这阳台呢 大概两年前 我们就可以就已经报修了 当时我给公司过来检查呢 敲了敲地面 他说下面的水泥已经空了 我也不知道多久没有修过了 他说要整体的维修 整体的翻新 然后和楼上楼下邻居商量了一下 哇 大概在两周前吧 终于这个工人到位了 这个二小呢 每天就是伸着脖子 满眼的好奇啊 再看看这个工人在干什么 第一天呢 是来了三个土耳其工人 他们就开始把旧的瓷砖拆掉 然后把拆掉的这些建筑垃圾都要清理干净 大概干了一天的时间吧 然后清理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大概清出了十公分的高度 第二天呢 来了两个德国工人 他们在这打了一个梯子 这个梯子主要是两个作用 一个是运输这个建筑材料 再一个是他们可以从这上下楼 我们呢就不用给他们留门了 就不用走我们的入口门了 他们也是经过一系列的找瓶啊 水泥浇灌啊 还有做防水啊 这些这些程序 干了整整两个礼拜 有什么变化呢 首先是砖贴了新的 然后下边加了一个水槽 这样的话雨水就可以按着这个槽 流到两边有个下水管 这点活呢 在国内呀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在德国呢 一个是人工比较贵 再一个工人比较少 就要等 所以我们等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而且大家猜在这点活 大概有多少钱 为公司给我们报价是 一万一千欧 就将近是 现在汇率就是八万块钱 我的天哪 但是这八万块钱 那从哪出呢 是由我们楼上楼下 还有我三家人来出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每个月 有280欧的物业费 物业费里边呢 包括物业公司的什么花园清理啊 这些费用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房屋的维修基金 所有的维修啊 包括什么换保暖层啊 修房顶啊 修下水啊 这些所有的房屋的维修 都要走维修基金这个账户里 所以还好这次我们不用再掏钱了 但是礼拜里其实都是我们的 一个星期又过去了 我们把阳台又丰富了一下 我带大家看一个 我们在阳台上呢 放了一些花 是不是还不错 这边是烤箱 还有餐桌 已经就位了 这边呢 是我的香春树 这香春树呢 虽然不大 每年能吃个三五对 还有草莓 还有一颗白玫瑰 经过这一周呢 我们发现呀 新铺的这个地砖 有两个缺陷 首先呢 是不太耐脏 因为这些花草浇完水以后 地上会有痕迹 还不太好清理 所以呢 我们在花盆下面又添置了一块地板 这样的话呢 最起码我们看不见了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地砖特别的烫 太阳晒过一天 几乎就没有办法踩上去了 所以呢 我们平时就把遮阳帘 这个马基萨拉开 这样的话呢 能缓解一些 门口的这块区域呢 之前是一张餐桌 现在我们把它腾出来 这块呢 我们准备放一个泳池在这儿 孩子们就可以在这儿玩水了 变化最大的呢 其实是我这间卧室 这间卧室呢 原来是一间客户 我找不到原来的照片了 我给大家讲一下 原来就是这边有一张双人床 还有这个无豆櫥 贴着墙放 这间房子呢 平时我父母来的时候会住这边 然后朋友呢 也会在这边住 但是呢 这个肺炎以来呢 就很少有人住了 我这一年要空三百四十天 所以这间屋子就浪费了 我们俩呢 这个一合计 然后呢就决定把这间房间给改造一下 我们几乎每两天嘛 就要跑一次建材市场 来挑选 所需要的这些建筑材料 包括五金件啊 还有一些工具啊 建材市场的这个工具啊 它分类非常的详细 所以挑到适合自己的这些建筑材料 也是非常费吃费力的 我们做了一个高架床 这个床呢 就是从一家买的 首先我们把它的床腿锯掉了 因为这样的话更开阔 更开阔 我们在这边走啊 或者是移动啊 非常的方便 但是把床腿锯掉了 就考虑一个安全的问题 怎么办呢 我们就在墙上打红罩祸栓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实际上床是有五个彭龙螺栓 但是呢 我们也有点不放心 因为这个墙啊 它不是像国内 咱们实心的水泥墙 它这是一种砖墙 我用充气钻打进去以后 几厘米它就穿透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又买了几个脚铁 同样也是用最大的彭龙螺栓 给它做个二次加固 然后床的这个下角呢 我是把它改造了一下 原来这根床腿呢 因为在这放着比较碍事嘛 所以我就把它撅了上去 把它撅了上去 和房顶进行了一个连接 然后这样的也可以 保证它的这个承重 但是这个改造的床腿呢 看起来简单 因为你一改造吧 它的这个孔的位置就变了 我就需要重新打孔 重新打孔呢 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一些瑕疵 这边高了点 哎 这个这个没办法 技术有限嘛 我但是把床下的锯 搬到卧室里了 在卧室里 锯防粉 有工具啊 这摄料是好办 我们在这个床板下面 又开了两个洞 放了两个射灯 床的空间腾出来呢 我们就把楼下的办公桌 给搬上来了 包括打印机也弄上来了 这样呢 就可以在这办公了 很方便 然后呢 我的琴也可以放在这儿了 平时在这弹琴也很舒服 然后墙上的木板呢 也可以放一些杂物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床边呢 我们也是用这种软包 给它包起来了 哇塞 在包这个软包之前 我这脑袋都已经磕出茧子了 疼死了 然后呢 我们要在这儿呢 坐一个楼梯 其实最开始 我们的想法呢 是只需要这个木板 这个是不是 这套工序里最难的一步 哦个天呐 这姿势太难拿了 然后选择了这个五斤件 可以看 这个五斤件是建立是啥 最贵的一个五斤件 它承重是150公斤 我觉得承重没问题 按上以后也比较结实 但是踩起来 我觉得不是长久之事 可能时间长了会 会有个大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用 砍下来的床的床腿 然后又做了一个改造 做了一个加固 这里边的难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木头的开槽 哎呀 开槽也是费了好大的劲 那当然了 还是有工具 什么都好办 这样一来呢 首先是加固了这个楼梯 再有一个 可以形成一个扶手 现在呢 非常牢固 我们在这个床头呢 又装了两个灯 这两个灯呢 还不错 还带个USB 可以手机充电 还有个阅读灯 很方便 我的天哪 这点活 我们俩干了有两周吧 将近有两周的时间 跟阳台同步 对 跟阳台是同步的 我现在来一套车库 这个车库呢 以前是非常非常乱的 因为东西太多了 我利用它这个床腿呢 还有这个床 剩下的这些木板呢 我在这盯了个架子 这个架子呢 就可以放一些东西 我的那个船啊 就可以放在这了 要不都堆在地上 也挺乱的 我这些五金件 也挺贵的 就可以放在这了 当时我把这个船 盯完以后呢 我发现上面 还有一些空间 因为这个材料还富裕嘛 木板还富裕 我就在上面 要加了一层 正好借着这根钢梁 这根钢筋 哎呀 我的这个座椅 可以放在上面 我就这样一摆呢 我的这个车库 显得利索多了 这下大家看出来了 在德国生活呢 就是这样 要不你有钱省劲 要不你有劲省钱 这一趟下来呢 我掌握了这个木工 和电工的一些 基本的技能了 在请人修阳台 花的这些钱呢 在书房 还有车库 都省下了 哎 好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好 大家下回见 这期视频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